今年,惊人介绍,家住湖南的老潘认识了现如今的妻子朱大姐,二人很快就坠入爱河,相比其他的半路夫妻,二人都曾经历过爱情的伤痛,如今都想好好过日子白头偕老。可如今分房睡了三个月之后,这段半路婚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尽头。 朱大姐面露委屈之色,当场对着调解员哭诉道,丈夫老潘经常不顾旁人的目光对自己动手,而且每次下手都很重,完全没有将她当作是妻子看待。 而一旁的老潘听闻妻子的言语后,也是没有遮遮掩掩,坦率地承认了对妻子动手的事实。 但随即她说道,自己对妻子动手是有原因的,原来她认为妻子背着自己在外游人了。 在外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找野男人,而朱大姐却是认为这是丈夫的疑心病,总是疑神疑鬼。 丈夫老潘承认自己在有些时候确实有点冲动,为此他也给房东写过几回保证书,但是妻子却没有收敛, 经常出去打牌一打就是一整晚,而且还带着女儿出去和陌生男人吃饭逛街。 因此老潘感觉无法接受,像是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被别人夺走了一样。 我知道了吗?好,奶奶,本来我在清晨清晨。 我说妈妈的老乡都是我们老乡吃饭。 他们都在那吃饭,我也在那吃饭,你进去问一下,这个男的是谁? 是谁带过来的男的?是哪个朋友? 他不问,当场识破他,他又说我当场了。 面对妻子和女儿的解释,强势的老潘却是嗤之以鼻,压根不相信。 老潘认为,之所以能和妻子过到现在,都是给足了妻子面子, 而如今他反而感觉自己颜面无光。 我女儿中午不回来家,我都晚上烧餐,我说中午不烧,我都跟他说一下,我说今天我们两个人在家,中午你在外面打牌,全别吃一点好了。 你刚才说了,他输了钱,回来就要吵,就要骂你,要打,那么你也要赌,你说你这个家,像不像家? 经过一番调查,调解员这才发现,原来这对夫妻都不是什么正经人,丈夫老潘也是常年在外打牌,而妻子朱大姐之所以沉迷,完全是被丈夫带坏的。 随后,朱大姐又说道,之所以要和丈夫分房税,完全是因为受不了后者的脾气, 本来想着双方分开睡几个月,能让丈夫更在乎自己,可如今竟然起了反效果,家里非但没清静,丈夫更是天天闹个不停。 此时越说越激动的朱大姐,完全不给丈夫面子,当着现场一众人的面,就是接丈夫老底,而丈夫老潘此时脸都绿了,手更是钻得发青。 随即怒从心中起,对着终于在调解员的安抚下,暴怒的丈夫老潘这才停下了手。 而随后,老潘更是向众人诉苦,说起对这个家的贡献,老潘也是一肚子委屈。 说到这,众人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丈夫老潘早年在外做生意,结果亏了个一干二净。 从此以后,他戒酒消愁,整日对妻子动手,而老潘也抱怨,自大结婚以后,妻子就比他如洪水猛兽,不仅经常躲着他,还不和他一块睡觉,这是让他最不能接受的。 说到这,想必各位都明白了。 丈夫老潘生意失败借酒消愁,每日回家对妻子动手,动完手之后还想亲热,怪不得朱大姐受不了,这换了谁都不能接受啊。 而朱大姐此时说道,他这次调解没有别的想法,就是想让丈夫改一改抱脾气,能收敛一点,两人好好的过日子。 而老潘这时却急了,二人此时吵得热火朝天,让众人啼笑皆非。 一旁的调解员估计也懵了,这俩人除了打架就是睡觉,想劝估计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 而此时,朱大姐也说道,如果想睡在一起的话也可以,必须要改掉你的暴脾气,从今以后不能再动手,否则就离婚。 而老潘这时也是沉默了,估计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对,正在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。 那么你认为老潘该不该与妻子重归于好呢?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发表您的意见。 你们的留言我都会一一回复。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支持。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,请给小编点个关注点个赞。 小编再次谢谢各位观众老爷们了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